大家好,我是小冯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Apple Watch的无创血糖监测功能 据外媒报道 苹果目前在无创血糖监测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未来将在Apple Watch上搭载该功能 这个项目被称为E5 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不刺破皮肤取血的情况下 测量人体血液中葡萄糖含量 那么什么是无创血糖检测呢?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用针头扎手指或者其他部位取出一滴血液来进行分析 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血糖数据 比如说光学、电化学、声波等等 为什么苹果要做这个技术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为了提高用户的健康管理水平 二是为了抢占智能手表市场的先机 首先对于患有糖尿病或者高危人群来说 定期监测血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传统的方法需要用针头扎手指或者其他部位取出一滴血液来进行分析 这样既麻烦也不舒服 据报道这个功能需要将特定波长的光照射到皮肤下面的组织液 光线反射回传感器后可以指示葡萄糖的浓度 最后设备再用一种算法确定血糖水 目前这款机器的圆形机体积与iPhone体积大小相似 居仿在大臂上 苹果正计划进一步将其缩小 最终将这项技术应用到Apple Watch中 血糖监测可以指导糖尿病患者更好的运动饮食以及用药 但目前四面的血糖仪都为侵入时 价格往往在几百到几千元 相应的测试条和皮下传感器都属于消耗品 并且也很难方便快捷的连续读取血糖水准 如果能够通过Apple Watch实现无创 持续准确的监测血糖水平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就会方便的很多 并且可以及时调整饮食和运动习惯 其次在智能手表市场上 苹果已经占据了领先地位 但是随着竞争对手的不断进步 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苹果也需要不断推出新功能和新产品 来保持优势 而无创血糖监测功能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亮点 那么苹果到底什么时候会发布这个功能呢 其实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 但据彭博社报道 在Apple内部进行了超过12年的秘密开发以后 该项目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预计最快在今年或明年可能就会推出 当然在正式发布之前 还有很多挑战和难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如何保证数据准确性 稳定性和可靠性 如何避免干扰因素 如何符合各国法规标准等等 总之在未来几年内 我们可能会看到Apple Watch的 无创血糖监测功能成为现实 并且给用户带来更好 更健康 更智能的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Apple Watch的无创血糖监测功能的介绍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对这个功能的看法 你会不会买Apple Watch来试一试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分享订阅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小包 拜拜